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人不承认可莉是嘟嘟可的家人 还说要考验可莉 让可莉到嘟嘟王国去 可是 可是 你 你不要急 妈妈说呀 坏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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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叫嘟嘟大魔王 嘟嘟大魔王是谁呀 小派谋也没听过吗 没听过呢 而且你为什么要说也 因为就连可莉也没听过 那不就是莫名其妙的人吗 本来可莉要去找阿贝多哥哥 可阿贝多哥哥不在家 所以可莉就想到了你 这是嘟嘟大魔王写的信 可莉念给你们听 邪恶的火焰女孩 我以嘟嘟一族 呃 这里不会多 嘟嘟大魔王之名 否定你成为嘟嘟可新家人的资格 除非你带着嘟嘟可到金苹果群岛来点亮 呃 接受 呃 有几个词 可莉不认识 让我看看 这个词是统治者 说明他是最厉害的人 他说了算 这一段是 点亮四盏明灯 叩响失恋者之门 大概是要接受某种挑战吧 最后一个词是审判 就是 就是他要对你加以判决的意思 啊 呃 判决 哎呀 反正不是好事 他会像个了不起的人一样审视你 然后批评你 怎么这样 嘟嘟可是可莉的好朋友 绝对不给他 但是 他说他是嘟嘟一族最厉害的人 难道 嘟嘟一族是嘟嘟可的家人 从名字来看 好像是这个意思呢 不过小可莉 金苹果群岛是哪里 可莉不知道哦 诶 金苹果群岛 可莉也是第一次听说 金苹果群岛 啊 是苹果很多的岛吧 嘿嘿 呃 信的正面也只写了刚才可莉读的那几句话 没有落款 小可莉 这封信没有信封吗 没有 不知道 它突然就出现在我房间的窗台上了 嘟嘟大魔王 嘟嘟一族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嘟嘟可是可莉背包上那只玩偶吧 不对 嘟嘟可是可莉最好的朋友 不是玩偶 啊 哎呀 那就是神秘生物啦 不过 突然冒出来的家族什么的 有点奇怪 感觉更像是什么人的恶作剧呢 既然是恶作剧 不理它就好了 不行不行 可莉绝对不会认输 一定要去那里 可是 我们都没见过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呀 荣誉骑士姐姐 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 可莉相信你 就算你这么说 求求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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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蹦可莉吧 总觉得就算我们不答应 它也会一个人去的 这样会很危险吧 比起让小可莉一个人冒险 还不如我们陪它一起呢 好不好 好不好嘛 啊 小可莉这么努力 我们也只能答应啦 不过 既然我们跟着一起去 可莉就要乖乖听话 不能一个人乱跑哦 好 那么按照惯例 先从打听情报开始吧 我们在城里转转 问问那些有可能知道的人吧 马乔丽小姐经营纪念品商店 说不定会知道稀奇古怪的事哦 毕竟 纪念品也是各式各样 什么都有的嘛 稀奇古怪 你是指 马乔丽小姐知道金苹果群岛吗 有很多很多小岛组成 位于海面某处 群岛不都是有很多小岛组成 位于海面某处吗 对哦 对哦 不对不对 那我换个问法 蒙德一带有群岛吗 据我所知 好像没有 蒙德的地图你们应该有看过吧 所有已知的岛屿都标出来了哦 可以对照地图 一般而言 地图会忠实记录土地的形貌 地图上没有的地区 对大部分人来说 就是不存在的地方呢 蒙德地图上没有 那就是没有了 不存在的地方吗 好有道理哎 啊 怎么会 啊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再找其他人问问 郭福曼先生 你知道金苹果群岛吗 在海上 海上的 金苹果群岛 啊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是长着很多苹果的岛吗 啊 你也不知道啊 因为郭福曼一直在城里转来转去嘛 真是对不起了 好吧 可莉原谅你 嗯 是吗 我们还是在找别人问问吧 赛琉斯 我们想找你打听一个地方 嗯 千万要知道 千万要知道 哦 瞧这位小冒险家一脸烦恼的样子 莫非各位遇上了什么麻烦 呃 可以算是麻烦吧 是这样的 我们想找一片群岛 所以想来请教你这位经验丰富的大冒险家 哈哈哈哈 打听未知之地 寻求冒险知识 找我赛琉斯准没错 各位要找什么样的群岛 很多小打 在海上 是一个叫做金苹果群岛的地方 金苹果群岛 嗯 嗯 嗯 哈哈哈哈 真是了不起啊各位 竟然说出了我赛琉斯都未曾听说的地名 哎 连你都不知道 正是正是 提瓦特大陆如此广袤 任何人都无法将它全部走遍 但没关系 亲爱的朋友 你要有踏入未知之地的勇气 没想到连身为冒险家协会会长的赛琉斯都不知道 难道说 这片岛屿真的不存在吗 哈哈哈哈 别这样嘛 嗯 怎么会这样 我多可爱 小可莉 你有没有关系不好的朋友 会不会是谁写信来吓唬你 没有啊 可莉很爱大家 大家也很爱可莉 嗯 我想也是 所以不可能是恶作剧 既不是恶作剧 也没人知道神秘岛屿在哪里 我越来越不能理解这件事了 冤博 嗯 对了 这种事应该请教图书馆里员丽莎小姐 她每天待在图书馆 说不定看过蒙德所有的书呢 哦 莉莎姐姐 走吧 到图书馆去 莉莎小姐 哟 是小可爱 小派蒙和小可莉呀 怎么突然想到来图书馆了 莉莎姐姐 帮可莉找群岛 求求你了 群岛 嘟嘟大魔王 叫可莉去金苹果群岛 她在挑战可莉 别急别急 我来说吧 莉莎小姐 事情是这样的 为了决定可莉是否有资格成为都督可的家人 都督一族的统治者 都督大魔王写信约可莉到金苹果群岛去接受审判 是这样吗 是的 可莉一定会去 而小可爱来找我 是为了帮可莉找出金苹果群岛的位置 对不对 嘴真甜 既然如此 我也得认真帮忙才行了 那封信可以给姐姐看一下吗 嗯 信上的文字信息有限 不过小可爱 你们有试过其他办法吗 其他办法 信纸上有非常微弱的元素力 比起其他更像是一种提示 小可爱 请你开启元素视野 原来还有这种办法 我们快试试看 有新发现吗 背面的内容 多半是用元素力刻上去的 相当有趣的做法呢 这里有笔 小可爱 麻烦你把元素视野下才能看到的内容描出来 完成 完成了 好 如此一来 每一本我都看过 其中似乎有提到过类似的岛屿 被暴风雨和浓雾环绕的神秘群岛 它不属于任何国度 外面的生物无法进入 里面的生物也无法离开 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进入它的领土 许多年前 某支蒙德船队在海上见到了一片岛屿 据说那天下着暴雨刮着飓风 船上的人隐约看见浓雾后有着土地 岛屿并不遥远 可无论船只怎么航行 都无法抵达那里 船上的人先是惊讶 随后感到恐惧 身为自己看到了幻觉 哇 又神秘又可怕 可惜 书中并未记载岛屿的具体位置 想知道更多信息 恐怕得找比我更有知识的人 我还以为丽莎小姐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谁让我只是一届图书管理员 不爱到处走呢 小可丽 你想到岛上去吗 那里也许是很可怕的地方哦 可丽要去 真有勇气 但我也不能过意吓唬孩子了 不过小可丽还是找个陪同者比较好哦 比如像小可爱这样 值得信赖的人 小可丽不害怕吗 不怕 但是可丽更怕不能做都都可的家人 都都可很重要 可丽绝对不能输给大魔王 所以可丽要请假 请完假才能去金苹果群岛 才能找到都都大魔王 请假 可丽是骑士 秦团长说过可丽出远门要找他请假 现在就要请假吗 我们还不知道倒在哪里呢 小可爱 看你的表情 已经有头绪了吧 想让秦放行 得看你们的本事 姐姐我会在图书馆看着书喝着茶 默默祝福你们的 请看着可丽邀请假 要出远门 可丽 旅行者和派蒙也在 各位好久不见了 最近过得好吗 巴巴拉小姐也在呢 真难得 嗯 等 当然没有了 可丽 突然说要请假是怎么回事 可丽要去金苹果群岛见都都大魔王 否则 否则他就要抢走都都可 大 大魔王 抢走都都可 他不相信可丽有资格成为都都可的家人 可丽必须证明自己 风雨骑士姐姐也会帮可丽的 对不对 旅行者 派蒙 是这样吗 我从没听说过金苹果群岛 它在哪里呢 我也没听过 可丽也没听过 但丽莎姐姐说总有人知道 连丽莎都不知道的地方 是吗 既然旅行者这么说了 应该是片相当神秘的土地吧 但很抱歉 西风骑士可丽的外出申请 我无法批准 为什么 可丽要去 就算神秘群岛确实存在于某处 我们也无法判断那里是否安全 我不能让可丽前往存在风险的地区 可是 不去的话 都都可会被带走吧 可丽 可丽不想失去都都可 可丽 再说 你们要如何前往群岛 没有具体安全可靠的方法之前 恕我无法批准 可丽不想 可丽不想 你们能想到前往岛屿的办法吗 刚才我也想到她了 果然 我们的想法很一致嘛 温迪 是个神奇的诗人 我都叫她卖唱的 他能帮可丽吗 他是我们的朋友 肯定会帮你 既然是荣誉骑士的朋友 一定没问题 荣誉骑士的可靠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这样吧 我来说服秦团长 她性格很认真 你们也知道 我想 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可丽 相信我好吗 我会尽全力帮你 嗯 可丽可以等 太好了 那么 明天下午到教堂前的广场碰面吧 请期待我的好消息 我一定会成功 真可靠啊 芭芭拉加油 我们来了 大家都在呀 各位 这边这边 座义骑士姐姐 小配毛 你好 是的 说来话长 芭芭拉和丽莎 都跟我谈过 我也想明白了一件事 无论我同不同意 可丽一定会去她要去的地方 她向来如此 可丽的性格我们也都知道 与其让她冒险 还不如直接同意她的请求 戏风骑士可丽 你的外出申请已被批准 哇 太好了 不过 不是没有条件的 作为交换 我将与各位一同前往 信中所写的金苹果群岛 至于骑士团事务 我已经委托给凯亚了 近期事务繁忙 我原本不该走开的 可 还是放心不下可力 所以 请各位允许我同行 好呀好呀 秦团长也一起 那就没问题了 姐 不 秦团长建议我也一起 虽然不想这么说 要是途中有什么需要 治疗包扎的情况 我也能及时帮忙 这次真是多亏了 宝宝拉 宝宝拉姐姐 亲团长 你们真好 可丽一定会听话 可丽常这么说 希望你这次 要说到做到哦 嘿嘿嘿 丽莎听说我要陪同前往海岛 还给我准备了一只口袋 据说 打开它就能收获新的方向 新的方向 是指看好可力避免麻烦的新办法吗 她说抵达海岛之前 都不能打开口袋 我想 应该是某种应急方法 不愧是丽莎小姐 看来 提前为我们想了很多呢 接下来 是要找那位诗人对吧 刚才我问了附近的居民 他今天没在广场现场 据说是去了风起地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去风起地 找卖唱的吧 温迪 找到你啦 嗯 这么多人一起来找我 是有重要的事吧 这是那片群岛的地图 哦 原来是这里 恭喜你们 找对人啦 哦 你真的知道 原来它现在叫金苹果群岛啊 从前可是叫做雾海群岛的呢 它位于一片特殊海域 普通人很难抵达 而且那一带常年有暴风雨和浓雾 船只连靠近都难 更别说登岛了 不过 你们为什么要到那里去 我要去见大魔王 他说要考验我作为多多可佳人的资格 嗯 你怕他吗 有 有一点 但可莉不会认输 卖唱的大哥哥请你帮帮可莉 卖唱的大哥哥 有意思 我喜欢这个名字呢 是 是我的错吗 没关系没关系 既然你有这个愿望 那卖唱的大哥哥也要出手帮忙啦 真的可以吗 当然啦 谁让小孩子的愿望 是世界上最纯净 最自由的东西呢 啊 好优美的琴声 喂 起风了 稍等片刻 马上就来啊 这 这是 可别告诉其他人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四方守护 亲爱的诗人 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代理团长真客气啊 各位惊讶的表情可真精彩啊 我就不送了 大家一路顺风啊 要不送一番 就到这里吧 后面的事我不便陪图 你们多加小心 到了到了 是海边 卖舱的真有面子 居然让我们骑龙过来 这么大的风 我快被吹走了 我 我还是第一次坐在龙杯上 心脏到现在都蓬蓬跳个不停 大家应该不要紧吧 嗯 我没事 姐 秦团长 那位诗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是 呃 是一位具有高超音乐技巧的传奇诗人 能用琴声吸引各种生物 秦团长居然也会插课打混呢 这么厉害的人 回去之后可得好好谢谢他呀 话说回来 这片岛屿 气候十分恶劣 雾气浓重 能见度极低 与莉莎所说的传闻一致 我们还是小心点比较好 旅行者 派蒙 那封信里还说了什么吗 我记得内容 缺文是 邪恶的火焰女孩 我以嘟嘟一族统治者嘟嘟大魔王之名 否定你成为嘟嘟可信家人的资格 除非你带着嘟嘟可到金苹果群岛来 点亮四盏明灯 叩响试炼者之门 接受审判 四盏明灯 意思是 要找四样能发光的东西吗 这么一说 我们所在的区域跟周围比起来 雾气好像少一些 仔细看的话 确实如此 难道是跟旁边这台装置有关 你觉不觉得这种装置很眼熟 跟我们用过的口袋锚点十分类似呢 这座口袋锚点需要发光水 所以口袋锚点似乎也有着驱散黑暗的额外作用 这边的装置好像能驱散雾气 应该是同一种东西吧 点亮四盏明灯 叩响试炼者之门 意思是 点亮四个装置后 会有什么事发生 这里已经有一座被点亮的装置了 看来 我们要找到并点亮剩下三座装置才行 那是什么 喂 别乱跑 哎呀 我们快跟上去 下面好像有东西 靠近看看吧 这是 船 看上去像是有人在等我们来 要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中开船吗 恐怕对方就是这个意思 各位 海岛的一切还是未知 不论面临怎样的挑战 都请谨慎行事 注意安全 不散啦 咦 原来这里的景色这么好 四盏明灯已经全部点亮 不知接下来还会有什么考验 天气真好呀 就算知道情况没那么轻松 也忍不住开始享受夏天了呢 可力想去抓鱼 可力 这里可不是蒙德城 请务必注意安全 哦 可力知道了 小派猛 等见到嘟嘟大魔王 我们一起说服她 然后就去抓鱼吧 好好好 都听你的 嘟嘟大魔王 究竟是什么呢 是啊 我也是第一次到这里来 这么说 对可力或许不太公平 但我的首要职责是保护你们 其次才是找到那个大魔王 而且 突然的来信 成人无法抵达的海岛 一切未免太过巧合了 这样的邀请 为什么会送到一个孩子手里 确实很不可思议呢 嗯 我也不能掉以轻心 大家 要不要到中卫探险呀 太蒙说得没错 我们应该趁着天气转晴 再次确认周围情况 就算是在陌生海岛上 只要有你在 我可一点都不担心呢 哦 要不然 先去游游泳吧 啊 面对美景 巴巴拉还是那样容易松懈呢 旅行者 请你放心地探索 如果有危险 我会及时赶到你身旁 只是 但愿海岛上没有太多麻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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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